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5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中共自毁一个行业 说数千万人面临失业 他讲的教育问题 也就是中共对中国校外教育公司打击行动 导致2.4万亿产值 就业规模上千万的教服行业 也就是教育辅导行业 校外辅导行业 面临灭顶之灾 一些头部公司已经开始裁员了 这里他讲到教育行业 就业方面曾一度是中国日益受到追捧的行业 也就是以前校外辅导这个行业 生意非常好 全世界各地很多国家的一些公司 都到中国建立分公司办事处 成立很多部门 做校外辅导这个生意 非常红火 那么中国的家长都是望子成龙啊 这个再没有钱 也要乐紧扑口袋 为孩子们参加各种校外学习啊 这个这个做贡献啊 但是现在不行了 忽然中共下了令了 一刀切了啊 说是据中央财经网报道啊 在就业排行当中 教育行业已经超过了互联网 房地产 位列第二 以前是这样啊 以前是2021年吸纳高端人才的热门行业 也就是说你大学毕业了 如果你能到这个领域里找工作啊 那就绝对是有饭吃啊 还非常稳定 现在不行了 说是随着中国近日出台 禁止校外培训机构盈利 等一系列毁灭生的手段 数千万人面临着失业风险了 一下子很多人没有工作了啊 中国经济网8月4号报道 中国在线教育机构 有一个机构特别有名叫高突集团啊 突是前途的团 高突集团 说是已经开始裁员了 全国13个地方要求 必须在8月1号前完成关闭了 只留下了郑州武汉 成都三个辅导老师中心 其他全部关闭了 据悉高突集团 每个地方中心人均上千人的 所以这次裁员涉及到五万人 上万人啊 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员工离开了 说除了高突子外 几乎所有的教育培训公司的裁员计划 同步进行微博上 裁员这个关键层 此基本上比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霸占了 那么这个不光是高突 还有很多 你想以前比较有名的 这篇文章讲到了作业班 还有这个叫好未来 原辅导等等吧 都在大面积的裁员 甚至有的毕业生 刚刚毕业拿到了工作了 刚找这么一个工作 结果就被劝退就失业了 网上各种机构与教育培训行业 都划清了界限 那么社交网络上流传的一张图示显示 一个刚刚在今年6月登陆 美股的公司 员工排队 办理厘时手续 有人透露 劳动合同都当天解除完了 就是你必须当天给解除完 电脑当天打包 速度非常快 总之这篇文章告诉大家 就是校外培训机构超过70万家 全国全部完蛋了 从业人员1000万 另有数据统计 整个教育培训机构的从业人员3000万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是我重点要讲 为什么共产党要打击 这个教育培训机构 我以前做过一个节目 曾经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 今天再讲一些 因为什么 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你看今天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讲 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的工程 这篇文章发表 是中央党校 叫理论学习中心组发出来的 那什么意思 就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提拨了一大批亲信 那么这批亲信就想什么呢 就铁了心 一定要逆历史朝着耳朵 给习近平包装成现代的帝王 也就是要搞终身制 你搞帝王 恰恰习近平的帝能 没有什么本事 怎么办 就靠虚假的宣传 你把它现在搞成帝王之后 下边这些人 他提拨这些自将新军这些人员 就可以成为永远的大臣了 所以他们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另外他们本身的腐败非常严重 一旦下去以后会遭到整肃 所以他不想失去权力 怎么办 就靠虚假的宣传 这种宣传的包装 要把习近平给他虚构成伟大领袖 需要什么洗脑 洗脑呢 现在你必须是一元化的 非常极端的 习近平采取的措施 就是把所有这些 校外培训企业都给你拿掉 因为什么呢 这些企业 你想搞的这些教育机构 大部分都是 美国或者加拿大的 海外这些教育机构的分支机构 他们肯定是 传播民主理念的思想 对不对 他再谨慎 再小心 再说假话 但是他毕竟他那些 比如说英语教学吧 他肯定要涉及到西方的一些 一些政治经济 一些风土人情 一些文化背景的情况等等 所以这个习近平是绝对是很警惕啊 我判断呢 他如果这次连任的话 不下台 如果二十打还干的话 与此同时 如果美国不是对他进行军事打击啊 而是采取冷战 那个这个可能要持续很久 那么冷战呢 根据前几天我看到这个普京有一个战略顾问奖呢 可能要冷战十年到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十年二十年 你想这个期间中国是什么样 那肯定他就想 所有这些教育什么宣传文化 通通这些和他不入流的 通通摒弃了 也就是说这个教育将来就是官办一个教育 从小就像那个北韩一样啊 就给小孩洗脑 你生活过得好了 能吃上饭了 就是习主席给你的 伟大领袖习主席给你的 你生活过得不好 是因为你不遵守习主席的指示 造成今天这个困境 他现在还没开始啊 我估计很可能真要冷战的话 关上国门呢 他就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那个年代 就是什么呢 人们都 中国人民没有私有财产 他很可能把所有的私有财产全部没收 就像北韩不就是吗 你的住房吃饭一切都靠党和政府 靠金主席啊 伟大领袖金家这三代 给了你这个吃饭 给了你这个遗传啊 给了你一切 就回想文化大革命刚结束 1982年 我到大连日报工作的最初那几年呢 没有房产都是什么分房 你就排队啊 就在这个报社里边 你必须宣传党的方式政策好好表现 靠近党字部 八级那个党字部书记啊 那时候那个党字书记是 是这个于清智 这个总编是无相存 那都板着脸了 他从来他们这人没和我笑过 我从大学毕业 我们这些年轻人啊 都是见了他们以后 我们都是确实是战战兢兢 他每天盯着你啊 那个于清智和工会主席啊 有个女的拿一个剪子 就站在那个大连日报那个门前看 你上班的时候 如果你穿那个就裤子啊 紧绷在腿上啊 用他的话讲像算半似的 他就拿剪子给你就裤子搅了 绝对不客气 你就像那个基础的年代啊 你要必须奉承他 扒起他你才能分到房子 房子是什么 就是报社的员工当中论字排辈 比如说有套好房子 就给大领导了 那二领导就捡那个 剩下这个房子 再往下一点点 往下顺啊 员工搬家搬来搬去 都是搬住进新员工啊 有了房子都是搬到这个 老员工这个 这个到出来的房子 腾出来的房子啊 那时候啊 那时候 通过这个方式捆绑你为党服务 为党做宣传 那么习近平肯定给我感觉 他现在为什么要打击这教育部门 就所有都没有了将来啊 就是你上学 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 全是习近平思想 从小开始什么 毒害洗脑 其实就是农化教育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 所以他现在为什么要打击这些 校外培训机构 这是一个他的 用他的今天新华社这个 这个题目叫什么 讲的 叫什么是这个工程 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啊 洗脑工程啊 就新时代啊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社会主义思想 这样一个工程 这个工程就是 其实就是洗脑啊 他的一步步来 我估计他一旦 再干十年的话 中国就彻底的毁掉 就是回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 也就是现在北韩这样 就是金正恩这个样子了啊 国家所有的财富都 都垄断在他们这一伙 这个最腐败的 最专制的犯罪集团手里 以他为主 他们过着奢华的社会 孩子在海外读书 老婆什么 家属什么 在香港都买个大宅是吧 在国内他就这样老百姓 然后让你洗脑 让你感谢他 我估计他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所有的民营企业 他会全部财产全部没收 包括个人 你多一套房 两套房 他都没收 没收以后 归他以后他分配 分配以后 你就得必须服从他的 是吧 就像我刚刚讲那个 在大雷日报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那没有办法 后来进行改革 改革了 叫货币化分房 就是按照你的表现 职务大小 给你钱 你自己去买房 再后来就不管了 都是改革开放 彻底放开了 你赚钱 你自己去买吧 政府不管了 现在要回到那个年代 这个方向肯定是这样 因为这和国际大环境决定 就是说中国太大了 如果美国 他是这些N个国家自由联盟 如果采取冷战 就是彻底脱钩 他马上就恢复这个年代了 所以他不怕 他开始抢钱 抢财产 那么这三千万教育机构 培训人员 就是以前这些人员 没有工作他不怕 你没有工作 你更得找政府 因为他控制你 你不老是他抓你 那你只有 富富贴贴的 给他听命于他 他就给你个工作 就让你做什么事都是靠政府 政府把所有的财产都收回来 全部都国有了 没有什么私营企业 这些校外机构 培训机构 特别是美国加拿大的 带有这个民主自由思想的 他绝对不能让你这样 继续发展下去 这个是他目前要想的问题 说非常极端 非常知识 就像当毛泽东 你看最近这个护照签发 90%不发了 普通护照 以后可能所有都不发 只有他们这些极选统治当官俩 各级的官员 他们让他们的子女小孩 赶快跑出去 把钱转出去 以防美国真正要斩首行动 或者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他想着保留他的血脉 就他做任何事想 都是他们自己的事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向 不要以为仅仅是 什么整顿校外学生 好作业帮 好未来 原辅导 是为了让你小孩 校外不要有很大的精神压力 也要整个有些人借这个脸 才不是这个问题 以前这种校外辅导机构 大局是好的 大方向是对的 市场就应该多元化 多竞争 你才能显示出公平 当然正常的管理是对的 他不是 他这个是彻底就给你消灭掉 然后以这个理由欺骗家长的 家长们还挺高兴 小RJS不用校外学习了 特别是比较贫穷的心想 反正我也没有钱 到那些价格高的学习班学习 这下都没有更好 你往下看吧 他这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 非常可怕 你从新华社医人密绕的报道 你结合这些形势 你就可以判断出未来的走向 习近平做好准备 他认为美国不敢打他 我有核武 你不敢打我 你只能冷战 冷战他就有优势了 他因为他一党专政 他这个 赈亚老百姓无所不用弃击 他手狠 不怕死人 所以他就可能就是回归毛泽东那个时代 但是本人认为 他这个想法是非常幼稚的 他将在激烈的外部和内部冲突当中 就是一夜间崩塌 那么今天的海外旗餐节目 这个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